黑夜發出陣陣火光 中共在南海強化夜航訓練 也沒忘記派遣多架次機艦 騷擾台海周邊 根據國防部資訊 20號中共派出36架軍機 7艘軍艦 現中國西北西南 與東部海空域 呈現四面包夾態勢 呈現北中南這樣包夾的態勢 也就是一個倒西型的包夾 它要呈現的 並不是說要逼台灣開火 因為除非進入領空 它要呈現的 應該就是一個心理上壓力 結合它所謂的 這個戰備警循常態化 一方面它要練兵 二方面就是對台灣形成 武力的威嚇 對台施壓不止極箭動嚇 發射火箭也是手段 國防部預告22號 中共會從四川西昌 朝西太平洋發射運載火箭 預計通過防空識別區 就這麼巧 藍白聯手否決政院的赴議案 就卡在這兩天中間 根本就是藍白的立委 跟中共那邊禮應外合 針對台灣的政府 以及台灣的公民運動 企圖要來影響 而且這個影響是用一種威嚇 一種壓迫式的方式 這也是一種認知作戰 搭配這樣的文工武嚇 它要告訴台灣的內部的老百姓 這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的政府呢 是沒有辦法帶給你和平的 認知作戰搭配軍事威脅 中共對台野心從沒挺過 參與新聞經過 喜歡楊凱恩 台北報導 要來自開發 創造 環境